安門市直接會有一些人打電話進來 名字不說什麼都不講 直接罵你 你憑什麼在這時裝當主持人 走啊你 蓋電話 大部分的朋友其實都是 聽到我的聲音可能都沒有見過我長什麼樣子 因為我是晚飯DJ 可能透過這個影片就讓你知道原來 我的DJ阿威就長這個樣子的 我是阿威沒有錯 對於很多人來講 我的確是一個比較幸運的人 但是我也要讓你知道說 其實我付出的努力也不少 就工作的時間 或者是說自己 去練習口才這部分的 時間也不少過任何人 想要往這個DJ界發展的 所以 我只是比較慶幸 我努力之餘 我也比別人幸運 很多時候你會講說 你在遇到一些難題很憂鬱的時候 很煩惱的時候 找個朋友出來聊天吧 吃飯吧 他們的陪伴很重要的確 但是一半也要靠你自己去 真正的去問自己 你想要什麼東西 因為 如果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自己想要什麼的話 你再多的陪伴 再多的朋友給你的建議 我覺得也 也只是 呀 就是你知道 聽過就算了 或者是甚至他可能會帶你去到 另外一個更可怕的境界 就是 你一直在聽別人的意見 你並沒有聽自己的聲音 所以那個時候 反而我會很常跟自己對話 比如說洗澡完了 你在梳頭髮的時候 我就對著自己人講說 其實你要什麼 我是真的很常出現這樣的狀態 然後 會動不動會哭 但是我會覺得說 至少這些情緒其實都你 放出來 你不要就是一直在那邊悶著說 我不可以哭 我不可以懦弱 我覺得 人有懦弱的時候 你就要去面對它 所以 所謂的一半靠自己 其實就是你自己要去克服 你自己要去接受你自己的這一些 負面的情緒跟能量 我記得剛剛開始就是 當上Full Time的時候 可以說是 我會想哭 因為 因為 就是當你開始接這個 接一檔節目 那原本不是你的時段 當時當你 當時當你 當時當你就是正式地接下這個時段的時候 呃 當時的社交媒體還那麼 還沒有那麼的強 他們是直接會有一些人 打電話 進來 名字不說什麼都不講 直接罵你 你憑什麼 在這時段當主持人 走啊你 該電話 就是一次兩次 嗯 因為在我之前 是一位非常資深的前輩 然後 他在行內也非常的厲害 也是我的老師之一 我非常欣賞的一位主持人 所以 可能大家都聽他的節目聽慣了 你知道嗎 就他的這一把聲音 在我們的電台已經是非常的 有一定的這個 有一定的這個 時間 所以當 他的離開 可能有一些朋友 不曉得什麼原因 他就會覺得說 是我 搶走了他喜歡的 這個節目時段的主持人的工作 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其實有一點點 What 為什麼我要受你這一種 對待 然後又覺得自己還是新人 不可以去表達這一些不滿 跟不開心 所以就我也有一次兩次 我甚至還是要 就是每次聽到這種話 如果他沒蓋電話 他還會繼續罵 你講 你憑什麼 謝謝你的建議 我會 我自己的 我蓋掉電話 然後每次再回想 我真的有這麼差嗎 的確啦 很狠心 我甚至自己聽回去 自己做的節目 都會覺得 為什麼我的聲音會這麼做做 所以那些人討厭我是應該的 你知道我會有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是非常的 很傷心 很難過 很低落 很失落 你的努力 就是沒有人看到 甚至是還會有人在選擇 就覺得說你 你憑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以一切都是不認同我的人 那我就想盡辦法的要去 得到這些人的同意 你知道嗎 有一個前輩啦 他是給我一個很大很大的鼓勵 他說 討厭你的人 不可能完全沒有 尤其是我們工作 我們一半也算是你知道 就是在演藝圈當中 你是公眾人物 所以自然也會遇到 這樣子的情況 喜歡你的人也有很多啊 那為什麼你只要去在意 那一個不舒服的 反而就要讓他 那個刺就一直長在你的心裡面 所以這些前輩給我的一些分享 然後慢慢就慢慢覺得說 對啊 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 其實直到現在都好啦 在我的臉書還是有一些 刻意要攻擊你的人 以前我可能會很不開心 然後後來我會覺得 欸 倒不如把他當成是另外一個 自己的娛樂 我就去跟他接話 他說 哦是嗎 那你怎麼看 哦你的覺得咧 你覺得怎麼樣 欸我不這麼覺得 我就一直在 同時我覺得也在 訓練著自己的EQ也好 就一直在嘗試說 欸如果今天連這一群 不喜歡你的人都能夠被你贏 你知道就說服 或是你可以讓他不再講話 沒有辦法再攻擊你的話 那自我的成功啊 我就嗯 OK 就開始去把所有的這一些評語 都當成是對自己的一個 試煉跟磨練 當然 就像剛剛說的 就不被認同 那又怎麼樣 這實際上本來就有很多人 不同的喜好啊 那 最重要的就是 你真的是有做好你自己本分 人家愛怎麼講 就讓人家講 不要不要不要進來 不要進來搶飯碗 其實我覺得 不管是什麼行業都好 你要加入主持界 因為主持界其實不只是電台 有電視台 而且現在有很多的 on the ground event的 MC 所有其實 你今天想要做的事情 你就敢敢去做 只要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只要是不傷天害理 不犯法 你知道不是殺人犯火的 那如果你有想法 你就去做 因為如果你真的 不踏出那一步的話 你永遠就只會 在你的小圈圈 你不知道明天會是什麼東西 嗯 很多人講說啊 明天會更好 是明天是會更好 但是如果你今天 什麼東西都不做的話 那你可能明天 只是越進那麼一點 但是如果今天 你有在為你的夢想 為你的目標你設定了 你有真的去付出努力的話 你有踏出那一步去闖的話 你的明天可能是越進一大步 所以今天你想做這件事情 你就去做 你有什麼決定 你有什麼夢想 什麼目標 設定好你就去衝 至少你不會對不起自己 至少你不會在 哪一天你倒下 閉上眼睛 長眠的那一刻之前 你會想說 哇 我有好多東西沒有做 我人生有好多的遺憾 我覺得你至少你都做過了 你可以大聲地說 我沒有遺憾地離開這個世界 你可以大聲地說 我沒有遺憾地離開這個世界